我刚刚是先做这一个 再利用if 判断他如果等于0的话 就输出控制串 然后呢 再来就是vba 所以你到时候呢 如果你要做vba很简单吗 如果你现在写不出来 你可以先Ctrl C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模组 Ctrl V 执行就OK啦 我建议 你如果知道有这个结果之后的话 自己再动手 尤其是哪一段呢 这个大概打习惯 大概基本逻辑就通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两个部分 就是把index的部分 把index的部分 改为 用index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同样的观念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转成vba 所以我一直强调 如果你对于那个excel的函数 使用部分呢 假如 不是那么的熟悉的话 其实你要把那个vba 学得好 可能会有一个断层 所以还是当然 比较建议你可以先把那个 所有的函数 先用手 然后呢 再进阶到vba 很多观念其实是相通的 根本不太需要 再 多理解太多了 那主要就是你要知道 在 excel里面 它的基本观念不外乎就蓝跟列了 所以你只要能够抓到正确蓝跟列的话 你要做任何资料的 分割 或者合并 其实都会非常的容易 OK 那 index因为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所以index如果假如有同学对index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可以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OK 那index用到的机会也非常大 那你会问我说 到底index好用还是index好用 其实哪个都好用 你用得出来都好用 但是index比较好用的地方是你只要给它数字就可以 可是index必须给它一个文字 文字又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的 来源 假如说像等一下下面看到的是 它是那个 c到g蓝 你势必就要把前面的那个改成c c到g 可是你要怎么去改变那个蓝的名称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呢 当然我在底下有把 多蓝转成单蓝也有给各位答案的 那当然这都可以办得到的 只是说呢 你如果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 就可以很轻易的 把你要转换的 资料 快速的 转换出去 或者甚至是多蓝转多蓝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那个对应关系 你只要对应到之后 要怎么转 就可以很轻易的转 那当然也不见得 一定要转在同一个工作表 在不同工作表里面的转换 当然意识也是一样 不过你可以配合那个名称 定义一下 把那个名称 以后按F3 以后就把那个F3里面的资料再抓过去 应该也是OK的 那只是In The Rates 如果你跨工作表 就可能还要需要用到另外的函数 叫做 Address 有个Address 就是 可以再抓那个工作表名称 因为它都是可以用文字方式来叙述 也可以用那个 函数 Address 可以去 搭配使用 试试看 这个部分 都可能 所以